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根据来自于国外的数据 发现周深不仅深受到国内观众的喜爱 并且得到了不同民族观众的评别认可 具体以日本和乌克兰观众的反馈为处 日本观众的普遍认可 根据不少的日本观众评论 我们可以发现不仅周深演唱的《自己暗门零四体听》得到了一致好评 他的唱歌技巧和教学模式都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 就连周深在节目中的习惯性的举动 帮其他导师举花孔的行为也都被日本观众注意到了 都被周深的暖心行为感到自豪 乌克兰官方媒体的报道 周深与乌克兰学员安迪现场演唱的乌克兰歌曲和敬艳了许多人 这首歌可能很多人都在周深深夜直播的时候听到我完整版的 但是早在2015年的时候 周深已经翻唱过这首歌 并且得到乌克兰驻华大使馆文化中心的称赞了 时隔五年之后 这首歌再次出现被乌克兰媒体报道 不仅登上了报纸 还出现在了电视台 同一首歌两次获得超高的评价 其实都会有两个共同点 乌克兰官方及观众对周深歌唱时评的肯定 周深的乌克兰语说得很准确 得到了乌克兰民众的一致认可 由此可以得知安迪与周深也唱了乌克兰语的歌曲 和能够出现在乌克兰民众之间引起的这么大的反馈 完全就是因为周深的能力 这是从国外得到的数据 是由国外的观众对周深的评价 由此可以得知创造因此选择周深做导师 至少国际方向这一步起一次走对了 其实国内的观众需求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在人才辈出的歌手间能够有当导师的大友人在 周深在这些前辈的面前是不值得一提的 但是周深与其他导师相对来说的话 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周深自出道以来没有任何的负面消息 反而是一直给粉丝们传递正能量 其次周深掌握到多种语言 能够简单和学员之间交流 还可以演唱不同语言的歌曲 但是创造因选导师不仅看重人体和实力 最更重要的就是周深身上的热度 不错周深这几年的确实是国内大伙的明星 参与的综艺都会有超乎于寻常的热度 因此通过这些分析的话 可以看出创造因选择周深做导师 不仅可以在国内获得热度 而且还可以为节目在国外提高热度 拓展空间加速国际化的发展 节目才刚刚开播 周深已经共享了很多精彩的瞬间 在之后会有更多令人惊喜的舞台 值得期待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学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兵的小铃铛哦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